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項目派對,我是鳥獅,今天呢我們一樣跟絲嫂借大的帳號來練習一打四百位 那這集影片一樣是手機錄影,後製配音,那我們現在落地看到有幾個人落地在跟我們一樣的地方喔 應該是一組的,然後再打AI吧,我猜 那我們這邊就撿一些武器撿一些子彈,等一下就開始跟對方開戰 那之前有觀眾留言說就是這個關於排位多人模式的話是 呃好像是巔峰大師傳說比較多真人是不是 是嗎?我不知道有沒有包含大師,有嗎?如果有的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看看可不可以把絲嫂的帳號打到大師或巔峰或傳說啦 呃但是時間上我不確定可不可以,對 因為最近也比較忙,最近剛好要搬東西搬家 對有一些事情,然後這邊有一個人就直接跑過來拿著機箱要來找我 對然後我就把他給解決掉,他的隊友好像沒有跟上 好,那這邊他的隊友是想要離開剛剛跳的地方啊,那剛好在路中間 可是,其實說真的三倍鏡我真的很多用 尤其這種距離啊,真的是打人砲,但索性還是把他擊殺掉了 感覺是野配啊,他們應該都是野配的隊友 最後就把他給收掉,這樣 欸他總之思考的帳號我不確定會不會打到那麼高啦,反正就慢慢打 能打到大師當然是最好,那如果大師真人就比較多的話那也是可以啦,就不強求 然後我們現在又回到了剛剛跳的點位喔,剛好又有人在這裡面 然後有軍師,那這個軍師就打算飄過來,但 我原本以為他要飄到傳送大炮這邊 反大炮來攻擊我,其實我沒有他就落地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就開著狼王跟他對槍喔 那這邊他想要逃跑,對對想要逃跑 其實他是有一點優勢的,我也不懂他為什麼要逃跑 但總之他這邊逃跑給了我極巨大的優勢喔 他還對我比了一個大拇指,謝謝喔 謝謝你喔 那感覺怪怪的,我把你殺掉,結果你給我比個大拇指 好啦,這邊剩下是他的隊友喔,他在這個圈外 收物資可能感覺要進圈 那好像沒有五勝卡,沒辦法逃脫我的這個能量級強喔,就剛好把他收掉 那這邊就最後把他收掉 之後旁邊有這個腳步聲的,我想說欸 埋伏的嗎,結果他完全沒有看到我的位置 就這樣也被我收掉了 總之這個區域的這個 一整組就這樣子,就是被我收掉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是樓上有一個人在開槍,然後 他好像沒有發現我,他是拿手砲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 我還白開狼王,其實不用開狼王 他就可以簡單就被我收掉了 他完全沒有發現我,大家轉送這樣 他太認真在對底下的敵人的槍的感覺 然後這邊一樣就是跳著點位喔 然後有個人拿到了能量炮 我忘記是什麼,什麼槍,反正不是能量粒子炮 射速比較慢,傷害比較低的那一把 然後通常我拿到這一把我會逃跑啊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逃跑 因為拿這一把跟人家可以連射的槍 其實這一把的烈是蠻高的 所以打輸的機率蠻高的,蠻正常的 對,所以後來反正我就把他收掉,他竟然沒有要跑 那這邊中間有一個人,不知道是想要支援隊友呢 還是在 收物資剛好在 中間被我給打倒啊 然後另外一個隊友在中間 可能想救他啦 然後這邊就能讓加速機槍掃了一波 就把對方給掃掉 他現在已經倒二了 那就不知道剩下的隊友在哪裡 所以我就打傳送大砲出去看了一下 那這邊看到好像有人把那個小廠長拿走 抱走,好像抱到這個建築物裡面 所以我這邊是想說過去看一下會收掉 結果跳下來他們已經救起來一隻了 那還有一隻倒在地上 那我這邊就想說拉狼王翻過去 想打這隻恐龍裝的 那打了幾槍他又逃跑了 真的是很誇張 後來感覺到後面還有另外一個人打算救啊 結果過來順便把他們收掉 收掉一隻跟打倒一隻喔 好那另外一隻好像沒有打算回來的意思喔 那我這邊就是把這一隻小廠長最後收掉 我們再來撿其他的槍 然後看一下最後一隻有沒有要出來這樣 好啦然後這邊畫面切換到這山上是 有這個 兩個敵人 在 對槍 對那個樓下的人 那我剛好開巴士就直接撞過來 撞倒一隻 那另外一隻感覺想救 所以我就趕快又繞回來 這撞倒第二隻 運氣真的非常好 那現在這邊就是等第三隻啦 結果我這邊發現有第三隻在旁邊的石頭 完全沒有發現他的隊友倒啊 所以我傻眼 所以我這邊就靠過去 跟他對一槍可惜 這邊前面幾槍全部砲掉 那就看一下他這邊丟了個火球 他沒有拿身份塔 最後被我打倒了 那這邊一樣開巴士喔 在尋找敵人 那看到前面山上有一隻 好像也在射別人 所以呢我這邊車子就直線開過去 他一樣很專心沒有發現我 就直接被我黏倒了 然後就在一個迴轉 想說把他給撞死 黏死 就是收掉 這樣他隊友就 沒有辦法把他救起來 除非說拿那個代幣啦 然後這邊就把他擊殺了 收掉 那這邊是畫面切換到前面房區 房子裡面大概有一兩個敵人在打 還是兩隊吧 不知道 這邊剛好有一個人要逃跑 他剛好被我殘血收掉 敵方把他打到殘血 然後前面有一個冥王的敵人 那我不知道他往哪裡跑啊 這邊就看到一個小小小的 順便也收個頭啦 對 收個頭 OK那這邊 畫面切換到有一組人馬 他叫了這個 信號槍的空頭 然後開巴士就黏倒一隻 然後應該還有三隻 應該都是同一個區域啦 那這邊就有人架那個 戰術掩體但是 沒有用 然後這邊巴士呢 一樣繞過來 我看到那個 呃 木橋底下有兩隻啦 那 吉姆森那邊有一隻 哇這邊火箭筒直接過來 我差點被他轟中 不過我這邊卡住了 手的蛋還炸過來 我這邊就想說不行 太危險了 這個巴士卡太久了 所以我就直接開狼王 下去跟他打 然後結果還有一個人 拿著爆炸弓 呵呵呵 我真的很少 看到有人拿爆炸弓 然後我這邊就繞過左邊 先收掉這個比較遠距離的敵人 因為他感覺明顯在打我的巴士 他沒有發現我下巴士的感覺 那這邊狼王已經結束了 那這個還在拿爆炸弓打我 我就順時把他收掉 這個 這個拿爆炸弓的是新手吧 我猜 然後我感覺這邊應該還剩兩個敵人嘛 有一個要回去救 那那個救的也被我打倒了 那應該剩最後一個敵人啦 應該他隊友 可是不知道他隊友在哪裡喔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順便找物資 收物資 然後看他隊友有沒有要來救 然後順便這邊丟一下東西啦 那個 Victor -45子彈啦 不太需要用到 然後順便撿個能量子彈 看一下他隊友過來了沒 好我們就看他 欸有沒有 他隊友就過來了 剛好過來了 三三來止 他這邊就想把他收掉 可是 又炮槍 那就往下走嘛 那我們就拉近 狼王剛好在10秒就可以用了 那我這邊就 邊等狼王邊 牽制他 看他有沒有要出來 順便看能不能掃死 他也是沒有 那我們這邊狼王一秒 那他感覺是要拉傳送膠腦 拉傳送膠腦之前就被我給 擊殺爆頭了吧 那這邊就收掉一整隊 然後剛好就可以舔他們的空頭 運氣很好 那這邊有另外一隻 感覺是想跟大家 隊友會合 我這邊秒了一段時間 終於找到 比較優勢的點位 把他給 打倒 但是這邊沒有收掉 有點可惜 那我這邊就想說 裝個子彈 然後呢 再開吉斧車過去 拉近去把他收掉 或者是看他 隊友在哪裡 對對對 好那這邊就發現了 敵人 好 有一個 隊友想要救他 抱著這個 小場場 但是他發現我一靠近 馬上把他丟下來 那能量機槍 開始隊友掃射 但我能量雙槍 掃的子彈比較多 他這邊子彈好像沒有了 還是要裝子彈要逃跑不知道 最後就被我的手收掉 OK 沒有問題 那 這一集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用思草帳號 練習的單打多的 擊殺精華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也可以留下喜歡 訂閱加幫我們小鈴鐺 可以同時 平日晚上6點發片 下次早上11點 有心機呢 一定要記得準時收看 然後我現在鼻音很重喔 我整個比賽 最近天氣真的忽冷忽熱的 很可怕 前幾天超冷 然後今天突然大太陽 真的是受不了 好啦那記得每天YouTube搜尋你阿斯 找到我的頻道點進 我頻道找到最新影片 才不會錯過我任何影片喔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